爱成与王瞳是明星夫妻党 两人过去甚是恩爱 几年前爱成精神失常 一度被送到医院治疗 也有过寻死觅活 当时王瞳不离不弃 陪伴丈夫走过困境 哪怕王瞳婚内出轨 爱成也是轻描淡写一句 改过就好原谅妻子的不忠 两人破镜重圆 也有生儿育女的计划 可惜事与愿违 如今的他们阴阳相隔 自从爱成2022年8月份离世后 王瞳时不下宴 请不安枕 一度受得像纸片人 被问及爱成生前经营 餐厅500万台币债务问题 当初曾提到限定继承 对此王瞳表示 爱乐莎当初包括爱成在内 有三个股东 加上爱成不是本国人 所以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目前都交给律师处理 他透露餐厅本来继续营运 有些债务是很正常的事 王瞳透露每天都会传讯息给爱成 谈到难过处忍不住勒崩 王瞳表示现在还是感觉爱成还在 也将爱成的门号调成最低费率 每天都传讯息给他 我会跟他说 你还好吗 不要担心我 你会想我吗 我有够勇敢吗 虽然几乎每天都还是哭着睡着 哭着起床 但已经戒掉安眠药 蛮难断的 没有想象中容易 王瞳自14岁开始拍戏 20多年来 不间断在演艺圈奋斗 身体早已出现问题 若是没有按时吃药 可能使得惊奇混乱 但吃了恐有副作用 他也被医生警告过 若是持续服药 可能就不适合怀孕 导致他和爱成爱情长跑9年 结婚两年 肚皮才一直没有消息 事实上 王瞳比谁更想要有爱成的孩子 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王瞳坦言 因身体因素 之前不是怀孕时机 而现在爱成离开了 他一度期待能怀孕 留下爱成血脉的纪念品 但留给他的 只有无限的思念 悲痛喊 想着会不会有他送给我的礼物 王瞳悲痛地说 他将爱成骨灰放在婚戒中 并随身带着 除了拍戏才敢取下 就怕独一无二 仅存的戒指就这样不见了 对我来说 是再也买不到了 保护对爱成的爱 事实上 王瞳至今还没走出悲痛 只能排满工作行程 逼自己忘记悲伤 但一下戏收工 独自开车回家时 又会不小心陷入悲伤难过 仍放不下最爱的爱成 说起王瞳 他出生于1986年10月1日 本名吴山云 出生台南市 他与爱成交往多年 却因为家人反对 才和爱成迟迟不结婚 但陷入事业低潮后 王瞳却迅速和爱成登记结为夫妻 因此总有人认为 这是他停损 只写的举措 王瞳虽然不认同这个说法 但的确是有些关联 因为曾跌到谷底 他才重新思考和爱成的关系 当时爱成希望在2020年7月7日结婚 但他还是充满困惑 之后却接连在加油金额 停车阁 都看到跟期有关的数字 甚至连看天气都显示下雨几率 也是77% 对信仰很坚定的他 由此相信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决定要携手走完一生的人 非爱成莫属 而事实上 当时爱成和王瞳 在交往到第八年之际 曾意外分手过 而导致这次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王瞳和男艺人马俊林 传出绯闻 那时候王瞳因为与马俊林 在大时代中假惜争作 导致他形象全毁 演艺工作也全面停止 一度长达9个月没有戏拍 当时男方妻子梁敏婷 在网上意犹所指的写道 三个人吃便当 意在控诉婚姻遭介入 而这时王瞳 马俊林私下聚会 也被媒体拍到 随后 王瞳与马俊林召开记者会 并道歉 落泪承认做错事 如今该风波过了多年 据媒体获悉 两人已达成庭外和解 自此双方在吴瓜阁 这件轰动一时的劈腿风波 终于正式宣告结束 提起那场风波 王瞳曾表示 自己在沉淀数月以后 学到很多功课 也开始试着花时间 反省和调整自己 也认为 过去因为受到很多前辈提息 自己又是喜欢鼓励别人的性格 所以常常会关心后辈 跟剧组工作人员 但是在发生小三丑闻后 他才体悟 就算是想帮助很多演员 或者工作人员 但也不能像 妈妈溺爱小孩那样 无限地给予关心 但网友们却猜测 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出轨而开脱 9个月来没戏拍 却还要背负台北两间房 每月9.5万元房贷 王瞳除了接零星通告 业配外 也卖掉位于高雄的房子纾困 面对收入大不如前的状况 他只说 有多少能力 做多少事 不行的话 就再卖房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王瞳 还曾被马俊林的梁敏廷 一纸诉状 告上法庭 但最后是在庭外达成和解 赔偿景也曝光 尽管没有先前外界传闻的400万 但也将近百万 代价不小 而不伦风波已过 艾成又找回了与王瞳的这份真爱 两人爱情长跑 近十年 终于步入了婚姻殿堂 然而结婚之后 艾成因为个性比较木讷 已经习惯一个人太久 不懂得与他人分享生活 结婚同住一个屋檐下 加上疫情影响 夫妻俩天天闷在家中 矛盾 开始渐渐浮现 一度让两人音缺少沟通 而面临婚姻危机 艾成甚至在节目中 谈到婚姻细节 坦言曾想过离婚 不过分开的原因不是不爱 而是希望对方更好 王瞳也大爆料 抱怨艾成生活太规律 没有惊喜 夫妻间几乎没有互动 各做各的事 还应验地说 觉得自己像是嫁给机器人和木头 因为艾成每晚八点半就睡觉 早上七点起床 每天过得像机器人般 准时准点 王瞳拍戏回到家 也从不问他心情好不好 虽然他会洗好衣服 脱好地 但也气得王瞳说 请个飞庸来做都比他强 只因王瞳不想要一个只会做家事 而没有情调的老公 当时夫妻两是在直播中诉说的这些问题 所以参与直播的潘亦如 张云金也顺势都抱怨艾成的参与度太低 王瞳也加码爆料 当时两人结婚周年 原本希望夫妻一起吃饭聊天 散散步 结果艾成早早就睡了 讲到这里 当场忍不住落泪 哭着说 婚姻好像跟艾成无关 自己一个人才会比较好 艾成也坦言自己的生活模式 非常规律 的确仿佛机器人一般 在哪个时间该做什么事 几乎不会改变 像是即使外面下大雨 到了该出门运动的时间 还是会去做 可对于王瞳来说 有时候会担心破坏他的生活节奏 因而避免打扰 久而久之 双方反而错过很多能沟通 共处的机会 甚至连一起吃饭 散步也很少 经此种种 王瞳甚至曾开口问 要不要先分开一段时间 艾成听完后 陷入一阵沉思 认为自己 似乎真的无法 和别人一起相处 真的有想过要不要放手 后来在教会友人 张云精的开导下 他才恍然大悟 谈言自己就像是头牛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从来不会主动找妻子 做些有趣的事情 导致感情相当平淡 在彻底了解自身状况后 夫妻俩的感情更胜以往 王瞳更感谢地说道 有时候 我在做早餐的时候 艾成会提出 可不可以帮忙煎蛋的要求 虽然话语很简单 却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而王瞳也主动告诉艾成 爱如果没有行动 光挂在嘴边是没有用的 还是要有陪伴 对此 艾成深信 一旦错过王瞳 将会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缺憾 因此现在会尽量调整和学习 希望让两人的关系 磨合得更好 不过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直播事件 两人的感情升温不少 艾成更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 也开始愿意与王瞳 分享自己的生活 有次陪着王瞳到台中拍戏 知道老婆心情不好 途中就去超商买了 豆皮寿司和牛奶 给王瞳吃 结果 王瞳当下就在车上 哭了出来 因为他没说想吃豆皮寿司 平常也没在喝牛奶 但那一刻 艾成竟然知道他的感觉 也就是这些微小而缓慢的变化 让艾成和王瞳对未来的生活 又多了点信心 如今 两人好不容易相互扶持 走到今日这个地步 艾成却突然发生意外 与王瞳天人永隔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渐渐走出丧腹之痛的王瞳 如今在民事八点党市井豪门中 饰演和豪门公子李俊杰离婚的刘慧婷 在剧中经历孩子流产的王瞳 表示在病床上 听到噩耗的时候 对自己没有保护好小孩的自责 撕心裂肺的心痛 怪罪的时候 突然 陈仙梅也冲上前 频频道歉 王瞳说 那一刻 两人好像把情绪 对叠到最高 所以他就大喊 你走开 你这个杀人凶手 他说 虽然演哭戏很累 但这场戏很过瘾 也很感动 尤其剧中爸爸 尹昭德 跟子子苏彦沛 都是他哭戏的开关 抬头看他们的眼神 就可以不自觉落泪 陷入角色的情绪里 王瞳得知观众反应热烈 让他很感动 他说这一次 自己也放胆 做了另一种的尝试 他说高晶晶张家伟 誓言跑来病房对他呛声 他必须要不为所动 甚至要笑出来 他在演出上 就把自己放胆去做 还改变了笑声 没想到意外吸睛 很多人讨论那个笑声 也很多人喜欢 硬起来的刘慧婷 他说 很谢谢大家 心疼慧婷流产 但这也是 他角色的转折 接下来 他一定会更有勇气 面对其他困难 王瞳拍摄市井豪门期间 还遭遇了惨烈的车祸 当时 他开着车去剧组上班 未料在公司停车场前路口 准备进入公司停车场时 与一辆机车发生车祸 车头毁损 还好王瞳人无大碍 对方骑士受到轻微擦伤 已自行就医 王瞳表示 当时对象车减速 让他左转带转 却突然有机车冲撞过来 机车骑士因撞击倒地 索性受到轻微擦伤 已自行就医 此事让他备受惊吓 但也庆幸双方都无碍 警车受损坏 王瞳待完成笔录 率警工作后 会在赴医院做检查 凤凰艺能经纪公司表示 王瞳虽然有惊吓到 但随即转换心情 先完成工作 待外警一场戏结束 就前往派出所做笔录 后续交由警方处理 如今王瞳的生活 也在逐渐好起来 相信艾成在天有灵 也会替他开心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身边人 不留遗憾